在那些日子里面呢 有几件很奇异的事情是跟鬼魂有关的 第一次我最缺气的 相信有鬼魂存在的一次经验 很恐怖 我们那时候去啃荒 在苏北去啃荒 在荒地里面搭了一个棚 睡觉 那种棚呢 我相信现在人很难想象 这种建筑屋居然可以供人居住的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 就是很长的一个棚 人子睡在地上的 一头呢 就是搭了一个炉灶来烧饭吃 一个棚里面大概住一百个人的样子 然后另外一头呢是供人出入的 所以呢 那个棚本身大概有二三十公尺长 要进出的话 只有一头可以进出 因为另外一头是炉灶 白天呢我们出去啃荒 晚上回来都很疲倦的 每人都睡觉 睡得很沉 很沉 很熟了 可是每天晚上 每一个人都都觉得有人来推 好热啊 让我出去凉快一下 那被推的人呢 就翻一个声 就让他过去 让他在身上踩过去就算了嘛 我们不管他了 大家都很疲倦 谁也不会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睁开眼睛看看是什么人 这样子清晰大概维持了两三个星期 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牌的编制了 那个牌掌后来之间就问了 每天晚上什么人要出去凉快一下 天又不是很热 怎么会事情 大家都那么累 每天晚上都把人吵醒 问什么人 一百多人问下来 没有人往上出去凉快的 那就很奇怪了 明明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 半夜三个都给人推醒了 真是有人要出去凉快一下 那个这个牌掌就讲了 那今天晚上我们守夜吧 这个情形好像有点古怪的样子 好那个都守夜 第一天守夜牌掌 他自己睡着了 实在拍疲倦嘛 又给人家推 第二天早上谁推出去还是没有人出去 还是没有人承认 可是晚上还是给人推过 第二天晚上是副牌掌手办 那副牌掌比较醒困一点 还是睡着了 因为很 等到有人推他的时候 他就问什么人 什么人一问之后呢 他这个手上有枪的嘛 就凭就打了一枪 那一枪枪声把大家都惊醒了 哇 每个人都挑起来 这什么人什么人要出去 因为没有人出去嘛 不可能有人出去吧 大家都已经 都已经睡着了嘛 没有人要出去 而且每一个人从头到尾 整个棚的人都给推醒过 那由此可知 这个人一定是睡在最尾的 可是睡在最尾的两个人 他没有往上要出去凉快一下 那怎么办呢 我们那个摧石原石当地的老乡了 老乡说那一定有古怪了 因为你根据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要出去凉快的人 一定是在最后的 而最后没有人的话 那这个人可能是在 那个罩的下面 我们就骂他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罩下面哪有人啊 只有鬼了 他说是啊 我不敢抢 就是鬼啊 那不是胡说吗 这有鬼 这我们当兵的军人 怎么能相信有鬼呢 那时候都是 这姑王四子 把他丢一天早上 大家起来 啥事都不干 吃完早饭 烧完早饭之后 就把那个罩拆掉 把罩拆掉 往下挖下去 大概挖不到三次了 就看见一幅很完整的锅头 在就刚好在那个罩的下面 这个表示什么呢 如果要解释一下的话 就是你每天在他上面生活 煮饭 那煮饭他一定很热嘛 他白天他不敢出来搞你 他晚上就要出去凉快凉快 好恐怖的一件事情 不过想起来也很滑稽 他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出来呢 他为什么不走那条路出来呢 可是再想起来也有道理 他走那边出去凉快 你就不能发现他 他就一直要给你烧下去 他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 他的副害过在罩的下面 让他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 后来我们把那副过头挤起来 好好的找一个地方装下去 然后再在那个地方 再气到灶 再刷饭 晚上从此没有人来推了 大家都睡得很安乐 一觉可以睡到天亮 这是一次很奇异的 遇鬼的经验 而且当时人之多 我相信大概是所有鬼故事当中 体验到有鬼魂的人最多的一次 另外一次我们在苏北那个地方 那个乡下叫大游蛇 很小的一个地方 地图上是查不到的 是一个很小的村落 那个村落里面大概有几十户人家 其中有一户有个少夫 大概那时候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那样子很壮健 人也不难看 平时很温柔 很好 很得人心的一个人 可是每一个月 他总很古怪的 会混乱之间发起狂来 气力大得不得了 追都追不住 然后跑到一棵树的下面 用很粗的声音 讲一种没有人听得懂的话 苏北的土话不是很容易懂了 不过苦衷都可以听得懂 可是他讲的那种话 完全没人听得懂 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了 如果有录音机的话 把他的话录下来倒是很有价值的 那是这个跟人间交通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去听 每一次每个月都听他的讲 讲得慷慨敬昂 那个表情的丰富的不得了 好像有很多很多话 要向人家表达 可是他的话就是没人听得懂 我那时候很用心的把他的 重复了几句话 把他记下来 逢人就问 还是没有人知道 我那时候就认为 这个是鬼上身的信心 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神经病 那时候那个乡村里面的干部 认为这个 认为这位少父是 是这个神经病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 这个不是神经病 这是鬼上身 我讲的时候 他们干部把我扣押起来 说我散布迷信 妖言火种 几乎要把我送到监狱里面去 后来还好 我的单位里面把我 把我保出来 对免坐牢 可是我再也不敢讲 那是鬼上身了 可是他每次来 我还是很小心地记住他的话 结果我把他的话 学会几句 到处学给人家听 碰到一个山东人 他说他是鲁南 山东是南部盖域县的土话 那盖域县的土话 跟其他山东话都不一样 我现在也不记得了 不过他说 他好像称我们的时候 称怎么样 他一定是那个地方的话 而且他讲那个话的时候 他这个声音 完全变成男人的声音 没有多久 这位少父就给 当地的乡村干部 弄到精神病院去了 一定说他是神经病 不过私众相信 一定是在这棵树下面 曾经发生过 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一个来自山东盖域县的男人 死在那边 然后他的灵魂 不知道为什么道理 老是上这个少父的身 然后他就拼命想人家明白 他在那里受到的冤阙 他的遭遇 一遍两遍的讲 而没有人听得懂 这是一个很寂寞 很凄凉的鬼魂 你知道现在我还在想 他到底遭遇过什么事情 有那么强烈的让人家知道 非常神秘的一个遭遇 这是一件鬼上身 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来的 这个例子证明 灵魂跟人的身体 可以做某种程度的接触 而这种接触 到底有什么原因发生 没有人知道 到现在为止 将来人类一定可以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